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潮州、蝦洋、汕頭等地方的俗稱 這裡靠山林海, 物產豐富 再加上融入了不同地方的文化 形成了潮州菜獨特的一面 香港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有很多人都會來這裡找工作和生活 如果要了解他們的文化和經驗 就一定要從他們的飲食開始說起 今天我們來到這間潮式的雜貨店 好, 順道來尋尋補 潮州人真的當薑薯好像補 那為什麼呢? 是的, 薑薯有美容的功效 不僅僅是健脾胃的 有甜甜的味道, 或是有什麼味道? 是, 本身沒有味道的 我們吃的時候先把這個皮披掉 披掉之後我們可以披小的薄片 放進糖水裡 這個是潮州人所說的清芯丸嗎? 是的, 清芯丸, 煮熟的時候 有些硬硬, 還有透明 譬如有時候天氣比較乾燥 也會煮來吃一下 所以不是馬上說有什麼過時過時 才會拿出來這道菜 其實真的日常大家都會吃到 沒錯 其實製作過程也不是很難 其實也是順手工的 這個是師傅做的 好像我們後一輩都未必會做 潮州鹹菜是否人們都當零食這樣吃 對…潮州真的很喜歡吃鹹菜 譬如我鹹菜也要分幾種 對, 我有比較鹹一點, 有點甜的 你看到… 我有甜的鹹菜 對, 甜的, 甜的好吃 我看到有很多果, 其實有什麼分別 潮州分很多種, 譬如韭菜 這個叫紅桃果 你看到這一切都有不同的款式 譬如有芋頭, 有椰菜, 還有蘿蔔 我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籃子 也有做過醬的, 有乾的 有放在粉裡面, 其實它們全都有什麼分別 其實也有的, 像這個叫飛機籃 它就可以直接吃 吃起來有點甘甘甜甜的 例如喉嚨不舒服 有多潤 潤喉 對, 潤喉, 這個就可以 這個, 如果你真的咳得很重要 晚上也要咳 你可以拿一、兩顆用中水喝 或者用來煮豬手肉喝也行 咳就會好很多 再你看看這一款 這一款是黑咪蠅的, 是吧? 這款是黑咪蠅的, 為什麼? 對, 這款是烏腩 這款是用來送粥, 潤喉最喜歡的 他們說一顆腩也可以送一碗粥 味道很厲害 對 看到這裡有一包像米仔的東西 這個不是的, 這款是番薯圓 是番薯做的 對, 過年潮州人一定要煮碗糖水 都會煮這個 是的 對, 因為是義堂 這裡的東西都會出現在 潮州人日常飲食裡面 不過有得看, 沒得吃就當然不行了 讓我請張教授帶我吃潮州菜 說不定他對食物有研究吧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個印象的 但是潮州菜是廣東菜的分支 不過他又不斷受福建菜 尤其是敏南菜的影響 說回潮州這個地方 古代就是古越先民聚居的地方 去到徐朝才改名叫潮州 他因為沿海的地區 再加上在南宋之後 漢人一直向南遷 所以就構成了潮州裡面的廣東文化 今天我們看到潮州這個地方 包括了朝陽、汕頭和蝶洋一帶 就是說不同地區的文化 都融入了在潮州菜上面 對, 今天我帶你去看看 潮州菜如何把不同地方的文化 發揚光大 這是茶餐廳裡經常看到的沙爹牛肉 是, 那你試試吧 好 好吃嗎? 好像跟阿平吃的沙爹牛肉不太相似 這個叫沙茶牛肉 就是潮州的名菜 你說的沙爹在南洋 例如馬來西亞、印尼 他們比較喜歡用的醬料 跟沙爹有點不同, 很多人混亂了 不過兩者都有那種關係 因為傳來潮州和敏南地區的時候 就變成沙茶醬了 沙茶的名字是爹, 就是茶的意思 另外因為它把很多不同的香料磨成碎粒 就像沙一樣 所以這個名字在潮州一帶 就非常流行 難怪我看到潮州菜裡面 有沙茶牛肉果條、沙茶撈麵 其實潮山人是不是很喜歡 用沙茶醬來做食物呢? 沙茶醬是其中一個 他們喜歡用的醬料 不過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例如潮州的沙茶醬 就會多用蝦醬 味道比較濃 比南洋的沙爹醬 就少了用黃薑粉 以及其他醬料 到福建又有些不同 福建喜歡加大地魚、蝦粒、蝦米 使得醬汁更加有自己的特色 我知道潮州菜有很多醬料 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潮式炸貨店 都有不同的醬料 其實潮州菜為何會用到這麼多不同的醬料 這個就是潮州人很自豪的 就是覺得他們每種菜都有配一個醬料 例如吃牛肉火鍋喜歡用沙茶醬 吃蠔餅喜歡魚露 滷水會用蒜泥醋 例如吃冬魚,他們會用寶寧豆醬 寶寧豆腐會用鹽水韭菜醬 蝦棗、蟹棗會加酸甜醬 這些都是他們地方的特色 除了沙茶醬之外 其實潮州菜也有很多外來受影響 例如像芋頭那樣 就是南洋一大、太平洋一大 輸入對他們來說是新的品種 原來芋頭也是 我很喜歡吃反沙芋 是 潮州人特別喜歡吃芋頭 例如做甜品時用胡泥 反沙芋,你說得有很多甜品 相對於廣東人比較喜歡用紅豆沙 綠豆沙, 或者是蓮蓉 潮州人喜歡用芋頭 來做這些甜品的餡料 一方面, 我想它有季節性 而且容易處理 你想想做豆沙要熬豆, 要炒 但芋頭做完之後 用豬油炒了之後 就可以做到一個很好吃的芋泥 可以做一些餡料 關於芋頭, 大廚平哥說 潮州菜有道高燒三寶 不僅有特色, 還有她的童年回憶 我小時候在胸下 很少吃到芋頭 是大節、造節才可以吃 媽媽做這些高燒三寶給我們吃 芋頭是中秋至過後最漂亮的 煮出來就很繁, 又滑又香 這個高燒三寶是比較特別的 以前沒有油, 用銅膠煮 現在是紅銅, 以前是蛇銅 可以有這麼多外來物帶進來 潮山, 我猜是因為東南面臨海 那裡的人很容易跟商人有交易 對, 潮州的地理環境 就是西北是山, 東南是近海 所以中國人也說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所以兩邊都是得天獨厚 好像古代韓語 他在北方被貶到潮州的時候 他就發現潮州人吃了這麼多不同的食物 在他的文章裡也提過吃葡魚 葡魚就是魔鬼魚 也是一個美食 一定要靠海才能有這些食物 可以提供 這是我每次吃潮州菜都必吃的 是, 那你嘗嘗吧 好 是不是要蘸醬? 對, 可以蘸一下蒜泥醋汁 好吃嗎? 比我平常吃的更入味 滷水的材料有很多都是在外面傳進來的 例如花椒、八角、草果等 都是使用食物的味道更豐富 肉質更加鮮味 這也是潮州滷水的特色 因為他們覺得滷水可以保存食物 加強它的味道 經過了很長時間的烹飪 出現了一層油, 便封存食物 又可以保鮮 冷了之後再翻滾, 又再放食物 又可以繼續成傳滷水的味道 其實中國的食物裡 滷水很多地方都有 從山東一直到江蘇 一直到潮州 不過每個地方的要求都有點不同 特別在潮州要求比較鮮味 跟其他地方有一點分別 每次都會叫滷水拼盤 我想問潮州人 什麼都可以放進滷水裡 也可以這麼說 鵝、鴨、甚至很多豬雜 都可以做滷水 潮州人的滷水中最重要的是鵝 特別是獅頭鵝 普通的鵝可能養三多個月 就可以出來賣 他們養兩、三年才可以 有些大到17公斤都有 據有些潮州人喜歡吃獅頭鵝 就說獅頭鵝最名貴的是頭部的部分 只有一塊頭 可能賣幾百元 或者到一千元都有 潮州人很喜歡吃鵝 甚至他們在地方上有說 無鵝不成宴 所以你看到我們這一碟 都已經有鵝肉、鵝肝、鵝掌 還有鵝血、鵝的真肝 都是非常豐富的 用這個滷水來做 除了鵝之外 還有很多豬的其他部分 譬如豬肉、豬雜、豬腸、豬肝 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滷水 所以滷水在潮州菜裡 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有食物在滷水裡 就有它自己的一種風味 如果大家想從香港到潮州 選擇搭高鐵的話 兩個半小時左右 就可以由西九龍站 直達潮州市沙溪鎮的潮山站 這個站來潮州和汕頭市區 只不過是大約半小時車程 說到潮州市的觀光景點 就一定是潮州古城 除了可以在古城牆 城樓打卡 去排方街走個圈 吃一下地道小吃 都一樣那麼捨意 又或者可以去著名的 廣州的廣濟橋散客部 這裡被譽為中國四大古橋之一 設計真的很宏偉 另外你也可以參觀一下韓文宮池 潮州人很敬重唐代的文學家韓瑜 因為他被貶潮州的時候 用心自民興學 對這裡有很大的貢獻 所以當地人就建了這座韓文宮池 是紀念的 潮州人吃牛丸和牛肉很講究 不如你先嘗嘗吧 好… 真的有很多汁爆炸 對, 潮州人對牛丸和牛肉很講究 今天請了朋友來跟我們說 潮州的牛丸有什麼特色 Tammy是這間餐廳的店長 組織朝陽 這次請了她去跟我說解一下潮州菜 歡迎Tammy, 我們今天有些問題想問你 其實潮州人是否很喜歡吃牛肉 對, 是很喜歡吃牛肉 因為潮州的牛肉是不同的 因為它是黃牛, 而且它是不騷 而且它的新鮮度很廣告 因為潮州人吃牛肉通常都不進雪櫃 對, 因為那個地方不太大 因為散頭市的地方不太大 通常在湯後兩、三個小時 就會暈到店舖, 然後就賣 人們買完之後就馬上回家做 剛才我也試了這個牛丸 其實跟我平時吃的不太一樣 真的很彈 怎麼才能做到這個口感呢 這個是牛筋丸 潮州的店舖通常都會有兩、三個大汗 坐在門口用鐵彩來搭牛肉 牛筋等等 四、五斤肉就要搭成千下 對, 不停地搭大汗 搭到它爽爽又彈 用七十度的水就定型 這邊定型那邊已經賣了 所以它很鮮甜, 很美味 其實做牛丸的背後也有這麼多功勞 我剛才咬下去也是爆出醬汁 怎麼做到這件事呢 因為它用鐵彩鎚, 不是用機器做的 所以它的纖維全部保存在這裡 它一擠出來, 製造這個過程 就會令牛丸彈爽爽 據我所知, 潮州牛丸有兩種 就是有軟漿和硬漿的分別 軟漿的水分比較多 吃起來比較鬆軟 而硬漿會加入牛筋 吃起來就比較堅實 而且咬起來就有一種彈牙的感覺 香港人吃牛丸 通常都是放在粉麵裡面或小吃 潮州人吃這個牛丸有什麼特別呢 潮州人吃的牛丸比較特別 因為它的醬料比較多 例如面前的紅色辣椒醬 它是點牛丸的 通常咬一口就點一口 很軟的感覺 還有就是蔥豬油、豬油渣的感覺 通常會這樣塗進去 就是一碗河飯上來, 這樣塗進去 這樣拌勻… 拌勻後, 味道會很美味、很香 因為香港人吃牛丸粉 通常都是一口就撒掉辣椒醬 但原來潮州人吃這麼有講究 對, 基本上… 譬如蔥豬油 我們每個家庭的家庭都會有一瓶 一瓶或一瓶的蔥豬油放在這裡 我們喜歡是滾湯 滾湯或錄東西都會放進去 不是自己做的嗎? 香好湯 是自己做的,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其實你說的滾湯 是不是像媽媽家煮的湯 給我喝的那種湯? 不是的 滾湯, 潮州人的滾湯 就是滾牛丸湯、魚蛋湯 比如說煮飯, 它就會滾湯 其實你當時在潮州住的時候 有沒有自己特別喜歡吃的東西? 有, 我們潮州人比較喜歡吃粥 我當時在潮山住比較小 通常在早上, 弟弟吃完東西就要上學 大人煮什麼呢? 煮牛肉粥、新鮮牛肉粥、蠔仔粥 那些不同配料的粥 吃完快快、脆脆就上學 所以這些都是給你帶了很多童年回憶 對… 我覺得香港人也很喜歡吃潮州菜 除了材料漂亮和新鮮之外 很多時候的東西都是封劍游人的 Tammy, 其實我幾年前去過潮州 都是吃牛肉火鍋 或者吃海鮮, 在海邊吃火鍋 現在如果去潮州, 其實有什麼好東西吃? 現在去潮州變化了 跟以前有點不同了 因為現在開放了 開放了就變成煮法 跟以前有點不同 其實希望疫情之後 我也可以有時間去潮州走一圈 如果去到那裡有什麼景點 你可以介紹給我們呢? 我建議去汕頭的小公園 因為那裡的古建築小公園 有雕花騎樓 建築很漂亮, 可以在那裡打卡 而且旁邊有一個附近有個老馬公 老馬公那裡是賣的潮州總頭 總頭, 香港人就叫做總 但比較特別, 一年四季都有 還有一半甜, 一半鹹 還有很多材料的, 就喝了 有很多材料的, 就喝了 有很多材料的, 就喝了 是黃狗物盡其用的 這隻就是蟹渣分鴨 很突顯到蟹渣分鴨拿完糖後 如何運用 變成製造另一種食物的方法 你可以試試看 好… 是否很特別? 其實我平時吃的鴨是會鹹的 但這裡好像帶點甜味 你試試中間這裡 中間 怎樣加哪些醬汁 加哪些醬汁是甜甜的 就是醬汁會淋上去 廣東人就有燒味 潮州人的這個分鴨也是很特色的 你可以是斬斬食, 或者是撇皮 即是撇皮肉食 我喜歡斬斬 因為斬斬有蓮皮、蓮骨 就可以比較香味、比較重 其實分鴨會不會比我們平時吃的 會嚼勁很多呢? 是, 嚼勁很多 跟平時滷水的都不同 是嗎? 全是兩樣東西 其實這道菜製造的過程 有沒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就是甘蔗齋煙花鴨寶 是我們潮州合生的特產 潮州只有合生才會有這件事 另一個地方做不到的 因為那裡一大片都是種甘蔗 它製造的過程比較繁複 例如那隻鴨來到 首先, 斬兩斤要夠 六至七斤左右 然後洗乾淨, 醃好 瀝乾淨, 吊乾淨 最後的步驟才可以煙燻 就是這樣 當鴨煙燻時, 用甘蔗渣 利用蔗渣成餘的銅粉去煙燻 令鴨吸收到銅粉更加美味 還有一點甜甜的 要三個多小時才可以完成 要煮這麼久才可以煮到這道菜 對 如果這裡我可以補一個資料 就是這個亦突顯了 潮州菜裡面不僅僅… 剛才我們說到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還有很多外來的物種 譬如這個蟹 原來是16、17世紀 荷蘭人來亞洲找地方種蔗 因為當時唐是非常珍貴的東西 在歐洲也是非常難得 他們來到亞洲開墾一些地方 開始種蔗 所以在沿岸一帶 也是適合種蔗的地方 在清代的時候 潮州一帶很出名是生產蔗 做這個叫做潮糖 拿了這些蔗, 剩下蔗 他們就可以物盡其用 然後做了謝渣分鴨 變成他們地方的一個特色菜 因為甜不僅是對比吃下去甜 而是對比以頭好、吉利、好頭 甜頭甜味之類 作為這一集的最後一道菜 其實這麼甜蜜 真是適合了, 甜頭甜味 今天也很感謝Tammy 跟我們一起分享 關於這麼多潮州的資訊 總顧商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